我最記憶的就是去歐洲旅遊 這是什麼?當時是跟誰一起去的? 跟以前的男朋友 以前的前輩,已經是前輩了 對, 前輩了 先說一聽聽, 跟前輩最有的 因為他的家人是德國的 所以他很認識歐洲 因為歐洲其實你開車可以去很多小鎮 因為在冠中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對, 你是交通國家 例如France去… 我不知道, 去德國, 然後去意大利 對, 我明白了 對, 你去德國 對, 然後就… 還有歐洲有很多很小的地方 可能我們沒有聽過的 其實很有特色 每一個城市都有他們的不同的食物 小村莊、小鎮 對… 那些是語言呢? 語言 英文還可以嗎? 因為當時他懂得說 所以比較容易 當時會說, 現在不會說 當時… 現在玩他不慢 男朋友 那兩個人怎樣?駕駛車… 對 他駕駛, 是嗎? 對, 他駕駛 你沒有駕駛車嗎? 沒有 沒有感受一下嗎? 不是的, 而且德國的路線很恐怖 為甚麼? 即是沒有速度限制 即是自動車 可以駕駛多少都可以? 對 所以人們駕駛得很快 你能否試過, 你有沒有看到 駕駛駛駛到多少?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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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 很闊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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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享受一下那天 沒有, 我們去到那個地方 之後…我們沒有計劃 去到那個地方… 因為我們不知道一個地方會留多久 到處看看, 如果開心的 多東西看的就留 多留兩天 對 所以我們去到 看到這裡有一間酒店 就看看有多少次一晚 然後就在… 因為你進去訂購會比你貴 上網訂購 好 上網訂購, 然後就住 就進去去查看 那些是多少次一晚 你說得很便宜的 那些切雞 算港幣吧, 試試一下 大約… 我想二千零 對不起, 切雞 酒店也要二千零 你這類是否富二代那麼緊張 不, 切雞的, 兩千多年晚 我有說一切雞的嗎? 你們說一切雞的 好像…不是那麼高 原來你們真的離地了 今天也沒那麼離地了 兩千多人一晚也叫… 二千多 不是一切雞的, 你也叫一千雞的 四星的嗎? 也有四星的嗎? 四星嗎? 四星 因為我有點潔癖 所以要很乾淨 那你真的不能去那些汽車旅館 如果你是潔癖的 也真的要漂亮 不是, 我小時候也有 也有住那些舞蹈那些 好… 所以因為住完之後 覺得不適合自己住 那次就是免陰影了 之後就以後不要搞這些 這樣的舞蹈 最便宜也要二千多元 汽車旅館, 你瘋了 就是兩千多元